OK 我們先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其實大陸這一波 從南到北的大規模限電 甚至遠在東北 也觸及到了名聲 比方說像是紅綠燈不亮啊 等等的一些狀況 我們來統整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大陸限電 而衝擊到了當地 以及本土台商的一個狀況 主要的話 我們可以先來統整一下 大陸這一波為什麼會限電呢 其實主要的話 針對接下來在明年2月的時候 冬季奧運 他必須要來控管相關的空氣品質 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再加上大陸其實長期的政策 是要達到所謂的碳中和的 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這個限制一些高耗能的產業 勢在必行 因此之前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也要確保 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明年2月半冬季奧運時候的空氣品質 他要向國際社會來展現 他認真的在為經濟脫炭 因此剛剛有特別提到了 限制一些高耗能產業是勢在必行 因此不管是一些高用煤高用電 都必須要嚴加的來控管 首當其衝的是哪些 包含像是煉鋁業 紡織以及電子產業等等 而大陸因為政策 要實施所謂的能耗雙控 也就是能源消耗總量 還有強度都要來做雙重的控管 因此很多的工業重鎮都出現了電力短缺 舉例來講像是蘇州 浙江 廣東 而外媒就報導 光是這三大據點 就貢獻了每一年大陸GDP的三分之一 而其中蘇州是台商的大本營 從26號中午開始到30號的深夜限電 而且其實是讓當地的廠商有一點措手不及的 預計是10月1號的時候復工 等於這些廠商提前要來放11長假了 而目前台灣廠商的因應知道是如何呢 包含像是面板的友達 以及代工組裝廠 合碩 偉創 仁寶 目前都表示是正常營運的 但是針對像是ABF載板 星星 或者是其他的電子廠 長科 聯紅科技 以及維新 神機等等 都是暫停停工當中 暫時停工當中 那對於外媒以及相關的證券分析師 其實就紛紛示警了 大陸如果限電真的成為常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當地的經濟絕對會有很嚴重的衝擊 而野村投控的分析師 他就有指出 現在大家多半我們之前討論的話題 都是恆大的財務風暴 以及大陸北京政府對於房地產 要如何嚴格的來控管 但其實大家都忽略了 限電這一塊是被低估的 預計本季 也就是可能最快從第四季開始 經濟會逐漸的萎縮 大家會從哪裡開始發現 比方說紡織品 比方說玩具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機械零件等等的話 都會出現短缺 而另外其實彭博社也有報導 大陸在電力的話呢 如果是一系列的一個限電 或者是供應問題的話 將對於經濟有很嚴重的一個打擊 所以剛剛有特別提到啦 比方說一些高耗能的工廠 會被勒令停工之外 甚至是完全關閉 這個衝擊會比恆大事件更為棘手 而另外 如果是以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林伯峰他說啊 其實江蘇省對於一些大型的台商 限制目前來看是20%到40%的用電 現階段看起來 雖然對於台廠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這個產能減少 供給減少 價格提高 當然對廠商來說 影響不是很大 可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持續的限電 可能會影響到廠商拿到原物料的狀況 那受到衝擊 這個其實是比停產 可能更讓人憂心的部分 而另外的話 台經院的景氣預測中心 主任孫明德他有特別講說 這些高耗能的產業 其實很多的台廠都有到大陸設廠 那既然大陸現在他的政策定調很明確 就是要達到 減排放碳的這個目標 那未來的話 假設大陸每一年都會寄出相關的限電令 台廠就要來去思考 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地方 設廠布局 為長期的限電做好準備 遊戲 黑採賺 中施 中施 中施